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纲人波奇峰是藏人的圣山 西奈山是犹太人的圣山 而北美也有一座圣山 叫沙斯塔山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事情得先从一桩悬案说起 1999年5月25日 三个徒步旅行者正在爬山 这座山叫沙斯塔山 在加利福尼亚的北面 紧紧靠近俄勒冈州的边界 山不算高 只有大约海拔4300米 这三个人都是有经验的登山人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接下来就称他们为 老蓝 老干和老吉 这三个人是登山的老搭档了 他们直接开车来到了山腰 搭起帐篷过了一宿 准备第二天早上登顶 结果天宫不作美 第二天早晨风很大 老干和老吉在收拾帐篷的时候 发现老蓝动得浑身哆嗦 他们就让老蓝先起来活动活动 走动一下暖下身 让老蓝先步行道 离宿营地不远的海伦湖边 然后他们俩收拾好了东西 再去湖边和老蓝会合 从海伦湖边到他们的露营地 只有不到200米 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物 也没有悬崖 一马平穿 可是奇怪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老干和老吉收拾完帐篷以后 就马上赶到海伦湖边去找老蓝 结果发现空空如也 人不见了 老干和老吉上上下下 左左右又找了个遍 都没有看到老蓝的踪影 连他身上的一块布 一件物品都没有发现 他们就急了 赶紧报警 直升机和救援队赶来 把海伦湖和沙斯塔山翻了个遍 再也没有找到老蓝的任何踪迹 老蓝就这么在沙斯塔山上蒸发了 而且是一块大家经常速营的地方 200米不到的平地 这个人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其实老蓝并不是第一个 在这座山上消失的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沙斯塔山周围大约有5000多例失踪案 其中1200多例是像老蓝这种 活不见线索 死不见尸的悬案 但是当地有一个叫温图伦的 印第安土著部落 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有缘由的 沙斯塔山是卡斯卡特山脉的第二高峰 也是加州的第五高峰 卡斯卡特山脉是北美洲的一条主要山脉 北起加拿大的卑石省 穿过美国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 最后延伸到加利福尼亚 这条山脉也是环太平洋火山带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沙斯塔山 它也是一座火山 只不过是一座正在睡觉的火山 这座休眠火山远看很壮观 再配上落日的余晖 简直就是一幅不用任何PS 就可以发到社交网站上的风景画 而且这座山也是当地原住民部落们 数不清的神话焦点 在温图人的神话传说当中 一万多年前大洪水灭世 消灭了地表所有的物种 只有跑到沙斯塔山上的人和动物 才幸存了下来 等到洪水退去后 山上的人和动物走下来 就成了这一器人类和动物的祖先 所以沙斯塔山也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圣山 因为这里是万物起源的中心 这座山的地位对于温图人来说 就像刚人波奇在藏人心中的地位 但是现代游客不停地在这座山上来来往往 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 温图族人要求游客遵守他们的规定 不要在山上留下任何物品和垃圾 以免打扰圣山 但是游客们还是时不时地要留下一些垃圾 温图族人认为 沙斯塔山周围经常发生的失踪案 是因为人们冒犯了圣山 那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沙斯塔山除了有圣山 这个当地人赋予的名头之外 还在很多方面都透露着奇异之处呢 这座山可以说是加州最容易目击不明飞行物UFO的地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至少有50起以上的UFO目击事件发生在这里 过去的20年里更加频繁 这类消息时不时就会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 而且每个人描述的不明飞行物形状还不一样 有看到的是圆的有三角形的 一位本地人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他亲眼看到一架不明飞行物飞到山前面 这时候山竟然像门一样缓缓打开了 这位目击者说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另外当地流行一个更加劲爆的说法 是这座山下面有一个复杂的隧道系统 通往一个地心世界叫泰罗斯 是古代雷姆利亚人的光明之城 城里的居民身形高大 身着白袍还穿着凉鞋 他们是曾经的姆大陆的居民 姆大陆沉没以后 幸存者就从沙斯塔山进入了地下世界 在山周围出现的不明飞行物 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 而那些失踪的人可能就是被带去了山里的地下世界 所以我们才找不到任何线索 关于姆大陆 也就是雷姆利亚大陆的传说 我们在好几集节目当中都提到过 有还不熟悉的小伙伴 请在看完这集节目之后 一步去那里看一看 藏人的圣山 岗仁波齐也一直有连通地下世界的说法 传说中的香巴拉净土的主要入口 就在岗仁波齐峰 近期的研究发现 青藏高原的地表以下 确实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空洞 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 而且空洞内的岩层表现出非常高的导电性 这一点和沙斯塔山很相似 因为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图标上 沙斯塔山的周围也有一圈特别强的 负磁异常现象 研究人员认为沙斯塔山的地下空洞和岩层 有着不同寻常的导电性 而且可能埋藏着不同寻常的资源 最奇特的是 在沙斯塔山和岗仁波齐周围都出现过巨人的脚印 在岗仁波齐附近出现的巨型脚印属于雪人 在沙斯塔山附近是属于大脚怪 大脚怪这种奇特的生物在北美多处都有所出没 近年还曾经被人拍到过视频上传网络 有科学家一直在追踪研究大脚怪 但目前还一无所获 沙斯塔山附近的土著传说是 大脚怪是森林的保护神 而藏人的传说是雪人是香巴拉的门神 这两者都是山神级别的存在 所以你看两座相距万里的山峰 却有着相似的传说相似的神秘生物 就把这两座山峰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层 地质学家罗伯特·肖克博士的看法是 沙斯塔山之所以很奇特 是因为它地质上的自然特征 和金字塔的电穴现象很相似 比如山脚下洞窟里流动的地下水 就可以携带电荷 在某些区域电荷会积累 然后沿着断层和裂缝向地表迁移 在没有储电和输电装置的情况下 电能就以放电的形式被释放到大气中 不过它也不排斥传说和脑洞 沙斯塔山独特的地质环境和能量活动 也许对地外生命有着某种特殊用途 所以那个地方才会频频爆出有不明飞行物 但是当地人一直坚持有地下世界的存在 有目击者一口咬定 曾经有穿着白袍的人在小镇上出现过 他们身材高大有两米左右 但是因为没能拍下照片和视频 也就只能作为都市传说来听一听 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另外一起失踪案 2011年9月2日 一个叫Tommy的三岁男孩跟随父母在沙斯塔山上露营 小家伙很开心在小小的营地里跑来跑去 就在父母一走神的时候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 这可把年轻的父母吓坏了赶紧报警 警察也是组织当地居民组成了搜救队 在营地周围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五个小时过去了 就在大家都要绝望的时候 小Tommy突然欢蹦乱跳的出现在营地旁的小路上 搜查队员大眼瞪小眼 这条路他们来来回回找过上百遍了 小Tommy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 一问小家伙说的话更是让大家目瞪口呆 Tommy说他在山洞里遇到了一个浑身白色的女人 女人还问他身体舒不舒服 至于怎么回来的呢 孩子太小说不清楚 搜查队只知道录音地周围是没有山洞的 那这个女人又是从哪跑出来的呢 能够悄无声息地把孩子带走 又完好无损地送回来 这个细思极恐的问题让大家心里发毛 现实中最早探索沙斯塔山洞穴的 是一个叫布朗的淘金者 20世纪初加州的淘金者冷却不久 布朗先生还是决定去加州碰碰运气 布朗就去了沙斯塔山 不过他在那里没有找到惊喜 反而找到了惊吓 因为他在山上找到了一条隧道 他认为这是一条人工隧道 隧道奇长无比 布朗撞起胆在隧道里走了几英里 结果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尸体 这位布朗先生被吓得屁滚尿流 转身就跑 后来布朗先生的经历在社会上传开了 有不少对沙斯塔山感兴趣的粉丝 都想去一探究竟 于是布朗就带着80多个粉丝重返故地 结果布朗先生带着粉丝们的大笔经费 在山洞里失踪了 那请问布朗是在山洞里迷路死了呢 还是去了地下世界呢 或者压根这就是一个诈骗案 他拐了粉丝的钱跑了呢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定案 当代的古文化研究者 洞穴探险家纳夫 并没有完全把布朗的发现视为骗局 他决定自己亲自去考证一番 他的考察地点在山北几英里 一个叫冥王星的隧道 这条隧道直通沙斯塔山的内部 里面的道路错综复杂 像蜘蛛网一样 从地质成因讲 这个隧道是典型的火熔岩管道 意思就是当火山喷发的时候 火山熔岩从地蔓流到地壳以后 它的表面会冷却 但是中间还在继续流动 表面冷却的熔岩 就会形成一个管状的隧道 一般这种隧道都很小 只有一米多宽 但是冥王星隧道却反常的宽敞 有的岔道有十几米宽 人在里面行走毫无问题 而且隧道极其的长 根据当地土著人的传说 从这些隧道可以直接从加州 走到俄勒冈州 纳夫考察以后认为 这就应该是一百多年前 布朗所看到的那条隧道 因为它很宽敞 很自然的就会被认为是人工开凿的 那隧道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呢 目前已经探明的洞穴深度 只有几英里 至于更深的洞穴网络 由于太复杂 不明状况太多 还没有探险者能够一探究竟 往地下钻不行 那我们先把目光从洞穴移到地表 看看还有什么 在离沙斯塔山东北120公里远的地方 有一个6000多年前的炎化群 它是一个叫莫多克的印第安土著部落的祖先 留下来的 他们在岩石上画下了古代的日历 动物还有人 其中有一种形象 是带着翅膀的巨大人种 莫多克人称之为天人 当地的语言称之为shell 长成这样 在莫多克人的传说中 这些天人从天而降 然后就一直住在沙斯塔山里面 并一直在那里保护着莫多克人 好 我们把上面讲的线索合在一起 独特的地质构造 奇异的电磁现象 神秘的目击案和失踪案 神秘生物大脚怪 未探明的隧道系统 和原住民的神话传说 合在一起来看 莎斯塔山确实很像是西藏神山 刚仁波齐在地球另一端的对应物 它隐藏着太多的故事 有待解开 实际上恰恰像刚仁波齐 是藏传佛教 本教 印度教 奇纳教 等多种信仰 多个民族 共同崇拜的神山一样 这个沙斯塔山 也有这样的文化特征 它是北加州 所有原住民部落 共同崇拜的图腾 非同一般 难道说它就是连接地表 与地心和地外 未知世界的所在吗 中国古人所说的 名山造化终神秀 是不是也有这层意思呢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放飞了一下头脑 说 是不是玛雅历法的那个净化周期 完了以后 这些神山的地下世界 就可以对外开放了呢 希望能够稳定